Hello 大家好 我是麦小兜 我和前辈正在参加西瓜Play的视频打榜 获胜就能带着前辈登上西瓜Play的游轮 开启五天四晚的海上之旅 希望支持咱俩的小伙伴们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 上西瓜视频APP搜索麦小兜开车去非洲 然后打开我的主页 点击里面的为我投票这四个字即可 如果喜欢我们的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 这样一票可以抵普通人三票 我们会更有希望上传 再次感谢大家这三年来的陪伴 我和前辈也能不能上游轮就看你们啦 我们现在在冰冻的贝加尔湖上面 现在要干净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在贝加尔湖的冰面上吃火锅 来 我们看看我们的火车火锅食材 大白菜 锅底 肥羊 这肥羊肥牛肥羊 丸子 这有点掉了丸子 还有牛肉 两个干辣椒 对了对对还有了 黄老鸡 但是好像已经冻住了 这火锅底的好香 好香啊现在蚊子 我吓了 这个还冻的帮帮硬的 你看好好啊 再配上这个 外里冰封的贝加尔湖 这个背景 这个火锅吃的值 前辈 这可能是你 你这辈子吃的火锅 所有环境里面最好的一个 不是你吗 不是你吃过 也是我的 有一点开起来了 好期待 好了 因为这边温度太低了 所以我们的三个气管轮流用 我们的车停在那边 这个车也是随时启动着 给这个气管加热 用暖风吹 这样能保证它 这样就能保证它 一直就会游火 最后火锅吃的不容易 我刚才已经吃了一个肥牛 超好吃的 哇 这个鱼豆腐肯定很好吃 对啊 是好吃 哦 好好吃 哎呀 太滑了 我先吃为敬啊 这个肥牛肥香特别好 而且你看我们是坐在冰面上 一点都不冷 我屁股一点都不冷 我吃你一个鱼豆腐 穿得太厚了 可能 你自己再拿我吗 好好吃 我能把这里全部吃完 都下掉 嗯 你那里还有气管吗 车里有 应该是暖的 好 应该是暖的 嗯 够的 好了 我们第一轮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现在下第二批 哇 真的是至于好吃 太完美了 这一轮吃的 不是因为在这上面的关系 是本身就好吃 本身就好吃 加上在这种环境下 嗯 这种体验 我都吃饱了 还在这种环境下 我刚才一直在拍无人机 所以我没吃多少 这个面我可能吃不完 面不吃完 你把牛羊肉丸子也是吃完就行了 我们这个三个器官轮流着 对啊 我刚才就说了轮流工作 我 我这里还藏了一个呢 这里 因为这个地方它没有垃圾桶什么的 所以我们只能带到这个小罐子里带走 等到垃圾桶再热